前瞻建设再度引发质疑 透过了前瞻计划 补助2亿元的新竹官浦国小 地下停车场却被发现 因为工程流标 砸上最近的豪大鱼 让基地直接上浮超过了9公分 明淡痛批 这根本是新竹市的诺雅方舟 另外桃园市扬梅区公所 前年也被发现 结构体上浮了45公分 整栋楼就像船一样漂浮 这个高度 基地倾斜和地面接合处出现 落差高达9公分 这应该是一个水平面的状态 地面出现超长裂缝 走到外围更夸张 外墙明显和人行道分离 地点就在新竹官浦国小 而且这还是前瞻补助 2亿元师座的停车场 却因为工程流标 加上豪大雨 让基地上浮倾斜高达9公分 让明淡痛批 是新竹市诺雅方舟 师傅强调之前受工程流标影响 无法施工 近期已有厂商周标成功 会尽速解决问题 确认整个减幅工法之后 我们会把整个减幅的改善 的作业 纳入我们整个三期的一个工程 同样迁占工程出现疑虑的 还有补助2.1亿的 桃园市阳梅区公所 前年发现整栋楼上幅45公分 最后多花将近1亿元补就完成 19号来到现场 已经在最后整理阶段 但地面磁砖还是有些微高低差 不过民众说问题不大 应该是地形的关系吧 这一边的地都是高高低低吧 有一点点的 有时候老人家有时候走路 社会会踢脚 自从大直发生民宅他县意外 各界绷紧神经 然而前瞻公共工程出现地基上浮 到底是施工还是设计问题 外界都在关注 记者新竹桃园综合报道